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网站和Mobile Apps 大概60% 还是90% 所以其实投票的人是非常非常多 作为一个不是政府做的投票 而是文字幕志愿者做的投票的话 香港当时有700万还是600多万的人 然后你的百分之十是挺高的数字 然后当时问题就来了 我们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说 其实这个投票的系统 其实正在AWS里面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们在AWS里面的系统是这个DDoS 然后DDoS是什么程度 就是大概是10个GB了吧 对吧 然后最后的就是我们用Google 还有AWS都挡不住 他们都说办不了 然后最后我们还是搬去了这个 这个是Calfair的 那么这个虽然我们三个没有公投的法律 但是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投票 没有什么实际上在法律上面少力还是影响 但是问题在当时来说就是 这个是很令人兴奋的信息就是说 我们三个人还是会去投票 然后我们的心意是多么大的 然后这个是在6月的时候做的投票 然后9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 对 9月为了就是投票结果后 三个月之后就是我们明珊的信音 没办法进去我们的政府 然后政府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 做这个假的普选 然后9月28号这个雨上活动 这个运动就爆发出来了 但是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金钟还有万导 还有这个铜锣环都建立了 就建立了两个多三个月 然后当时的就是 应该就是Core for Hong Kong 开始的时候 然后Core for Hong Kong 其实跟后来的我做的GNV Hong Kong就是比较上次的 也是说我们在想尝试用这个 尝试用这个 这个Core for Hacking 还有这个工人合作做一些 比较有对社会有意义的 project去改变这个社会 然后其实做一些网站 一些工具去帮助我们在 运动里边 在金钟啊 万导的人 然后也是在尝试做这个 开放数据 开放代码 这些 这些产品出来帮助我们社会的人 但是问题就来了 因为他们遇到好几个问题 就是说 第一就是这个政府 其实你做了什么事 它没有办法改变 然后就是说 这个不是做TED的人 就是说 不是做技术的人 没有 没有很 很关注 Core for Hong Kong 到底是做什么 因为Core for Hong Kong 主要是用这个技术的人 去找成的 然后他们跟 不做技术 就是不做开发的人 这个关系不够大 然后他们其实 花了很多的时间 很多不同的努力 做不同的产品出来 但是没有 就很大的效果的时候 他们感觉到这个 努力的感觉之后 就 就 把这个Core for Hong Kong 的priority 放下来 然后就比较 现在比较进下来 所以这个是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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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悲的事情 对 那么其实 Core for Hong Kong 的就是 从 2014年到 2015年的时候 做出来 这个是比较 大概一年的时间 对 好 结果就是 在2016年 二月做的 就是说 二月到 九月做的吧 就是说 公文数据 公文数据 是什么来的 就是说我们 每四人一次 就是做立法会的投票 然后 然后 我们 这位问 我投票是什么样 才是最有效果的吧 比如说我怎么可以把这个 我 我 我最喜欢的人 给进去这个立法会 立法会 这种的问题 因为 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说 投票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个 很聪明的 PayPal的 系统的话 我们就有些 投票是 浪费的 就没有最 有效的效果 那么其实这个 发起人叫 Angus的时候 他在 2016年 在 二月 就是在 投票的半年前 开始做这个 telegram 他这个telegram 就是每几个月 就问你 你是 你医区的人 然后你最实况的人 是谁 然后就开始 做这个 数据统计 做了好几个月之后 就 就在 投票最后几天 就开始这个 数据结果 就跟你说 你 你 最后 我这个系统 觉得 你个人 是最有效果的 那 这些 使人看了这个 app的分析结果 之后 就去 就去 投票的 然后 当时 有一至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说 因为他的投票 就是用这个 app的人 就比较少 然后 这个数据的 分析效果 就不太理想 因为 这个大概就是 一万到 两万多的人用 然后我们 全投票的人数 大概是五十多万 所以这个效果 不是太明显 然后 第二个就是 这个就是 其实他这个也 给这个 hacker的 攻击的 然后 但是就没有 2014年的 这么多 他们就在 投票的 当天晚上工资了 好几个小时 反正 就用不了 然后他在 2017年 其实我们的特首选 投票选举的时候 也出了一次 这个设计 还是这个 意见的 然后 用的人跟2014年 就 比较少 就是 六万两千多人 然后 结果 一来比较少 二来就是 我们香港人 就没有这个 投票的权利 这个是用来做 就是我们 表达一线的方法 对 那么现在他们 应该就是打算在 沙亿人看 应该有这个 活动的 好 好 那么这个就是 Open Culture Station 的 就是说 我们刚才跟 合作的 BatCam的活动 就是说 不同的团体就是 比如说 BatCam PolyTank GCOV的 Hackform 它就是我们 不同的活动 合作关系 来帮助我们 开放文化的 成长 那么 GCOV 就是在2016年 做出来的 第一就是说 我们的 八月的时候 我们立法会的 数据分析 然后其实我们 不只是上 做这个立法会的 就是做开放数据 还有这个公文 然后就是 开放更多更多 更多的Data 虽然三个没有 很多的开放数据 所以我们 用的就是 比如说 网络 网络 这个扒虫 还有这个 PDF的 分析 来做这个开放数据 然后就是我们 今年 今年 六月末 就是刚刚做的 第一次Hackerform 然后我们十月末 还有第二次的Hackerform 好 其实 上海的问题是挺多的 就是说 我们的政府 比较保守 就是说 开放数据这个问题 在 你看就是今年的排名板 就是在二十多 二十四名 然后 法律上是比较 热的就是说 我们没有答案法 我们没有计算自由化 我们没有开放数据法 然后我们在 收据这个 上面也比较落后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 Developer community 但是 保怨是 但是问题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还有想 未来我们怎么办 然后怎么怎么做 所以 所以我们未来之后 就会做更多的 engagement 然后就是 尝试去帮助更多的 社会问题去 改善这些问题 然后就是跟我们 没有做这个 黑黑的人 了解他们的难处 然后去帮助他们 更加容易接触这个 GC Movie 我说完了 谢谢大家